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义拳与太极拳八卦掌统称为内加拳 行义拳顾名思义讲究的是 向其行取其意 要求心意成于中肢体行于外 它是非常注重内意和外形高度统一的一种拳术 其创始人是河北深州人李洛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河北深州流传着一种十分古朴的拳种 这种拳起伏缓慢 形势内敛 很少见到大开大合的动作 与人们在功夫片中常见的潇洒招式迥然不同 这个拳术就是行义拳 行义拳的拳法采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来论述全数的运动规律 取十二种动物的动作形象和特点 结合武术寄机招式编组而成十二行拳 它是以头手足象征天地人合一的三体式为基本姿势 以劈 崩 钻 炮 横 五行为行义母拳 以龙 虎 马 龟 鸡 燕等十二种动物形象为基本拳法 然而正是这种在很多人看来不太漂亮的拳术 在近两百年前呈民生远多 1836年的一天 在由河北通往山西的路上 一位名叫李老能的河北武师不理匆匆 他要赶往的地方是山西的旗线 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户有家传武学的代姓人家拜师学艺 这位当年已世中年的河北汉子 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名字会被后人们时常提起 他更没有想到一种今天被传播到世界范围的中国武术 与他在一百七十年前这一天的一次远行 竟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老能要找的人叫戴龙邦 他要学的是戴家的六合心一拳 这种拳法的动作开合虽小 但其中却深寒杀鸡 玄妙之处就在每次发力前的身体内脸 肢体向内收缩则称为束 由收缩过力到发力出拳称为斩 树斩之间由脚下带动全身 进发丹田从内而外移出了久 看似朴实的拳脚尖 实际包含内与外 刚与柔 功与防 一旦实战不敌时 采取主动切入贴身进打的方法 利用身体的各部位打击对方致命要害 取得一招致敌的效果 可以说心一拳是一种实而不滑 实战性很强的拳法 为了学艺 李老能便卖了在河北的部分家产 来到齐县的小寒村 然而代家为收徒传权的一句 宁可失传不可滥传的家训 却将这个河北武师挡在了代家门外 当时在村子周边流传着 只见代家拳打人 不见代家人练拳的说法 就是因为代家传拳的范围 只限于家族内部 几乎就是密不外传 更何况对李老能这个外省人 然而正是这个代义讨生的李老能 却成为了被代家权接纳的第一个外省人 为此他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的时间 他以租地种菜为生 每一天他都将一篮新鲜的蔬菜 放在代家的门前 正是如此的毅力与诚心 让代家看到了这个河北武师身上的可贵之处 而更重要的是 当保守的代家权向这个外省人敞开的同时 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也将由此开始了 李老能在齐县了却了他的心愿 当他在小寒村里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专注学艺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在距离齐县二十多公里外的太古县 正在悄悄地等待他 而日后成就李老能成为武术宗师的地方 正是这里 李老能在学拳之后 受太古县一位梦姓祖人的聘请 做起了一名护院拳师 在这段时间 他做了两件十分关键的事情 一个是广收门徒 另一个就是改造心意拳 并将其发展成为了现在的行意拳 行意拳是我们武术百花园里边的 非常重要的一颗奇葩 因为过去咱们讲 这是太极 行意 八卦 少林 这都是咱们中国 不过这个行意拳 怎么说呢 流传 全国非常广泛 行意拳在太古很有名 这里有宋世荣 宋世德 车一斋等著名拳师 现在的宋世家族 正在将这种拳法 一代代的流传下去 并于去年 在香港成立了 国际宋世行意拳总会 我祖父呢 教这个李洛能的儿子 孙子 学修冬表 还有这一层关系 我举他们说 所以说 在这一方面 我祖父学得很吃苦 他是在1865年 17岁的时候 来到山西太古 他拜李洛能为师 以后的话 就是我 我祖父吧 我说这个是 大祖父宋世荣 宋世德 他是以后 也从北京来了 也是 先后 拜到李洛能名下 李洛能的另一个 著名弟子 车一斋 在太古 也是很有名气 当地有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武馆 武馆中摆放了一块 刻有1925年的一块石碑 碑文中有一段记载 戴士祖传新一拳 外传李老农 老农再传车一斋 很明显可以看出 这个名叫李老农的人 在武术传承上至关重要 经考证 李老农就是李老农 可离了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逐步演变出了对练套路 这是形异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革新 对练套路的出现也是形异拳区别心异拳的一个重要特征 实际上它是实战对敌中一个模拟训练 借此训练攻防转换培养速度感和距离感 可以说这是李老能在对心异拳的继承基础上发展并创新的一种快速提高实战能力的速成培训法 形异拳动作减烈 刚猛 实用性很强 而且是站三体身很有功夫的 底盘很稳 形异拳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在群众中广为普及 在河北深州 以李老能之子李太和与李老能的徒弟郭云生刘奇兰所传的拳法为代表 三人都是清代深州人 李老能当时创立心异拳以后 用这个阴才使教的方法传授徒弟 他的这个著名的弟子有十来个 有八大弟子之手 有十二大弟子之手 其中最有名的 像他的儿子李太和 深州细节的刘奇兰 马长的郭云生 李门寺的六院行 这都在八大弟子之手 据史料记载 郭云生擅长崩泉 师傅李老能齐罗外出时 他常在后面打崩泉跟随 郭云生虽身材矮小 但体格强壮 性情刚毅 曾与八卦长明家 董海川 太极拳明家 杨露禅切磋记忆 不分高下 他们取长补短 将太极拳 行义拳 八卦长相互融合渗透 共同为这些拳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人们为了纪念他 在河北深州 现在还保留有郭云生的墓碑 郭云生有这样的说法 郭云生这是人们承认的 半步甭拳打天下 就是说他这个 广一个甭拳就是织甭 织甭拳 就是 就很厉害 行义拳讲究四川精神 即 眼要看穿 神要照穿 气要催穿 力要打穿 如果将四川精神领会了 那将神威自发 势不可当 河北行义拳代代名师颇有建树 事迹昭著 照片中的人叫李存毅 他出身贫寒 自幼爱好武术 二十岁时向刘其兰 郭云生学行义拳 还从董海川学八卦掌 1911年 李存毅在天津创办了中华武士会 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武术师资 而且在团结武术界人士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李存毅为人厚道 心才好意 在军人刘坤一仗下 教士兵练武 屡剑功绩 后来到宝定 开了一家名为万通的镖局 他一把单刀 锁向披靡 无人敢截他的镖 八国联军侵华时 五十三岁的李存毅参加义和团奋勇杀敌美战必先 又精于刀术 固有单刀礼之称 当时和李存毅一起学行义拳的 还有位很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就是耿济山 这就是我爷爷耿济山原来住的地方 这个原来是撒娇卧房 东边是住处 这靠西边是一个道上门 耿济山是清末民初河北派行义权名家 失从于李老能的徒弟刘其兰 号称粉面溜金刚耿大腔 耿大侠 1900年在北京西城区蒂安门西火神庙 成立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 汇催各派武术名家 传授行义八卦 太极猪拳及各种器械 前后七十余年培养弟子众多 在深州还有很多人在练行义拳 其中有很多都是李老能的历代传人 这位坐在院子里的老人叫王大仆 他是郭云生的徒孙 也是李老能的第四代传人 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 据当地人讲 老人去年还在练行义拳 由于身体的原因 老人现在只能看着自己的孙子练拳了 西火 特别好这个武术 我准备继练下去 把这个心义拳交给我的孩子 让他们发现广大 深州是一个盛产水果的地方 说起深州蜜桃 恐怕无人不知 这位正在桃林里练拳的老人 名叫宋顺 他是李老能的第五代传人 今年已年过古稀的老人身体非常健康 平时除练拳之外 还下地干活 照顾家中种植的桃树 老人练行义拳已经几十年了 虽然上了年纪 但自认为拳法并不逊色于年轻人 经常有人来找他切磋武艺 行义拳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内容之一 经过历代传人不断钻研实践总结提高 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讲究以义领气 以气导力 义形二表 行义一体 通过对行与义的相互调节 内与外的相互作用 来达到体用兼修的功效 在河北深州学习行义拳颇为普及 人们对这种拳法也非常重视 从1995年开始 连续举办了四届河北深州国际行义拳交流大会 2005年8月 在深州举办了行义拳功夫论坛 在历史上 行义拳诸多武术前辈 曾凭着精湛的技艺 哄写了一曲曲 扶正曲写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歌 当前 行义拳术及其精神 以其强大的生命力 正在日益普及和光大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在下一期的《中国功夫在烟罩》中 将为您介绍 在冀中一代颇为盛行的戳脚帆子 欢迎您到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